道地时间3月2号,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白宫表示,没有任何关于限制在美国境内旅行的建议。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风险仍然很低,人们应该用常识做出决定。 彭斯在当天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目前美国境内确诊病例43人,境外输入型病例48人,死亡6人。 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确诊患者较多,两地确诊病例达29人。 美国学校的春夏将近,当被问及人们是否应该因疫情调整或取消旅行计划时,彭斯说,他一直在全国各地旅行,现在的疫情风险仍然很低,人们应该继续用常识做出决定。 在当天早些时候,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,在疫情之下举行竞选集会是否安全,他连说两次,我认为非常安全。 特朗普还对记者说,你可以问问民主党人,他们正在举行很多竞选集会。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,截至2号,美国已有10个州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,但白宫对疫情风险等级的口径并没有发生变化。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雷德·菲尔德表示,对于出现明显病毒社区传播的地区,建议美国民众不要前往,但就美国国内的整体情况而言,没有履行限制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